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 在3月29號出訪中美洲友邦 危地馬拉和白利茲 來回將過境紐約和洛杉磯 會情期間預計將會誤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麥卡錫 但是近期美中兩國因俄烏戰爭等議題出現對立 對此觀察人士指出 中共打壓台灣的力度不會消退 這次蔡英文過境美國 將決定美中關係是否會進一步惡化 綜合媒體報導 台灣總統蔡英文在29號啟程出訪 用中美洲邦交國 展開民主夥伴共榮之旅 去的時候將會過境美國紐約 會情過境洛杉磯 全程十天九夜 4月7號返國 其中蔡英文在洛杉磯行程將是重頭戲 據悉 蔡英文抵達洛杉磯當晚 就會接受喬宴 喬宴 也將會見眾議院議長麥卡錫 有觀察人士指出 在美中關係持續競爭之際 中共打壓台灣的力度不會消退 但台灣身為主權國家 也必須持續拓展國際空間 蔡英文在行前已經對外透露 期待此行能夠達成民主心化 共同發展兩大目標 據悉 蔡英文在2019年7月時 曾出訪加勒比海邦交國 並首度過境紐約 當時蔡英文出席台灣駐紐約辦事處 舉辦的公開活動 被視為是一項突破 外界認為 這次的突破是會見麥卡錫 還有消息人士透露 蔡英文出訪最主要追求平穩和務實 令意外比突破更重要 但是就在蔡英文總統過境美國前夕 洪多拉斯外交轉向北京 北京也對蔡英文此行表達不滿 但美國官員表示 台灣總統多年來過境美國數十次 蔡英文也曾經多次過境美國 美國國務院也表示 這次過境符合美方長期政策 北京沒有理由指鹿為馬 或當作過度反應的藉口 不過也有知情人士表示 美國部分官員擔心 蔡英文此行會被北京發動軍事演習的藉口 或以其他方式損害台灣的安全 在過境紐約前 美國官員不斷提醒蔡英文政府 確保此行符合往例 同時敦促北京不要有激烈的反應 報導指出 華府試圖向台灣領導人展現美方支持 但應該避免北京有強硬報復的藉口 三方政府對蔡英文這次過境美國的處理方式 可能決定美中關係是否會進一步惡化 另外 麥卡錫如果在加州會見蔡英文 將是台灣過境外交展開以來 在美國領土會誤台灣總統級別最高的美方政治人物 華府為緩和美中緊張關係 嘗試安排拜登和習近平通話 但遭北京回絕 中方官員表示 北京希望先觀察蔡英文訪美情況 再決定是否同意領袖層級通話 對此 資深媒體人唐靖遠向本臺表示 蔡英文過境美國 她的確存在著中美關係惡化的風險 但是 並不一定會導致惡化結果的出現 這是源於幾個因素 首先第一個 這是蔡英文第七次過境美國 所以它已經是成為一種慣例 中共並沒有特殊的理由 要做出一種過激的反應 其次 美國早已經提前與中共進行了溝通 亦發出了公開的警告 換句話說 是等於提前 釐清了中美關係惡化的一個責任方 這樣這個對中共來說 還是有一定壓力存在 至於說 另外一方面就是中美關係惡化 可能存在的風險 但由於兩個因素 一個就是蔡英文 這次與麥卡錫的會面 她們的談話 以及蔡英文她發表演講的內容是什麼 這些內容是否會觸及到 中共所認為不能接受的敏感點等等 第二個因素 就是鑑於台灣總統大選臨近 這樣中共可能會借這次蔡英文的出行 故意地做出一種過激的升級的反應 目的是要試圖以此來影響投票的走向 3月29日 蘇聯斯基透過媒體公司向習近平發出訪問邀請 而中共也迅速地做出回應 在此同時 國際將會設立特別國際法庭 準備對俄羅斯的入侵行為進行審判 也就是要對普京進行新的指控 今日美國表態支持 而這也是自二戰結束以來 首次起訴這類罪行異議非凡 美聯社今天專訪了澤連斯基 澤連斯基表示 烏克蘭已經準備好在基庫迎接習近平 他還強調 在戰爭初期曾與習近平聯絡 但戰爭爆發直到一年多之後的今天 始終沒有機會對話 澤連斯基也指出 普京近日宣布將在白俄羅斯 部署戰術核武器一事 是因為習近平訪問的結果 不如俄國預期 對此 資深媒體人唐靖遠先生認為 澤連斯基對媒體的表態 是一種放風式試探性質 還不算是官方外交渠道的正式邀請 澤連斯基這一手非常老道 放出這種風聲的目的 相當於以比之矛攻比之盾 就是要用習近平自己的話來吐著他自己 迫使他不至於現在就轉向公開全面支持俄羅斯 因為習近平自己說 對俄羅斯與烏克蘭戰爭是中立態度 想要調解和平 那既然要調解 就不能只是訪問戰爭的一方 也理所當然要訪問另一方 這才是中立的 如果習近平拒絕訪問烏克蘭 等於坐實了偏袒俄羅斯一方 他中立的說法不公自破 他所謂的和平建議 亦自動就沒意義了 唐靖遠說 我覺得習近平可能像精盛地和澤連斯基通話 但沒什麼可能去訪問烏克蘭 因為如果烏克蘭要求習近平 兌現其十二點建議 關於領土和主權完整的主張 那麼習近平就不得不發表聯合聲明 要求俄羅斯撤軍 這是習近平絕對不願意面對的場面 另外習近平的本意就不是為了調解和平 而是要聯手俄羅斯重建新秩序 烏克蘭被犧牲本身就是這個新秩序的一部分 所以習近平不可能支持烏克蘭的訴求 對於澤連斯基邀請習近平一事 中共今天立即就做出了回應 外交部發言人毛寧說 目前並沒有相關信息可以提供 而克里姆林宮發言人培斯科夫 也隨機做出了回應 對中共在烏克蘭問題所採取的平衡立場 表達感謝 說相信中共領導人會根據某些接觸的權宜之計 做出自己的決定 時政評論員李林一認為 俄國的回應再次將中共綁上俄羅斯和烏克蘭戰爭的戰車 預計西方會對中共更加警惕 俄國所說現在中共與西方接觸是權宜之計 這很可能是習近平與普京會面時透露給俄國的信息 俄國將這部分信息公佈 有期待西方加速斷絕與中共聯繫的嫌疑 會造成中共在外交上的被動 目前普京陷入很大危機 一方面 28日強攻巴克姆特的瓦格納頭目坦城 他們元氣大傷 而另一方面 西方軍事援助的坦克也陸續送到前線 預計很快就能派上用場 28日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說 烏克蘭以任何人都沒辦法想像的方式 耗盡俄軍的裝甲車庫存 現在俄羅斯將退役的T-54和T-55戰車都用上了 他說現在是反攻的兩機 他認為烏克蘭將有很大的成功機會 還有一個更讓普京坐立不安的事也正在發生 據《法新社》報導 歐洲聯盟正在設立新的侵略罪特別法庭 這個特別法庭可能會對普京提出新的指控 這個將是繼海牙國際刑事法院指控普京 犯落戰爭罪發出逮捕令之後的最新法律舉措 3月29日美國亦表態支持設立這個專門審判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行為的特別國際法庭 美國國務院表示 美國將與盟邦合作 就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行為 設立侵略罪特別法庭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巴特爾說 預期這樣一個法庭將心得國際支持 美國希望與歐洲盟友為這樣一個法庭提供資源 對俄羅斯泛落的國際罪行實現全面問責 而這也是自二戰結束以來首次起訴這類罪行 唐靖遠先生認為 美國支持成立國際特別法庭 對俄羅斯侵略烏克蘭進行追責審判 有兩重意義 首先 這是自二戰後第一次出現國際特別法庭審判戰爭罪 相等於是當年紐倫堡大審判的一個當代版 這樣的舉措事實上已經宣佈在徹底恢復烏克蘭領土完整之前 俄羅斯與烏克蘭之間沒什麼可能有真正意義的和談 其次 這個法庭一旦設立 意味著 只要普京還在台上 俄羅斯就沒可能回到國際社會 俄羅斯就像北韓一樣 被原整隔離在國際社會之外 淪為一個大號的北韓 最近一段時間 中共政府在印太地區軍事挑釁得越來越頻繁 同時又升高台海安全緊張局勢 近日有消息披露 中共政府正在積極備戰 計劃五年內預備疫兵力達730萬 與此同時 最新消息稱 日本、菲律賓和美國計劃 設立一個涉及三國國家安全顧問的安全保障事務 初商機制 應對中共肯印太地區越來越強硬的軍事威脅 對此 觀察人士指出 目前中共軍隊頻頻出現異動 其真正意圖是指向台海 或創有更大野心 綜合媒體報導 中共預備役人緣發今年3月施行以來 北京在不斷擴充其預備役 來增強國防動員的力量 針對中共強軍備戰的意圖 讓國際社會更加警惕 對此 台灣研究中共軍事的專家指出 到2027年 中共的預備役規模將達到730萬人 中共的軍事野心不僅已在台海 對區域來自全世界都構成威脅 據悉 中共政府本月開始施行新的預備役人緣發 去年12月30日 在中國人大會議上通過 法律內容指出 預備役人緣是國家武裝力量的成員 是戰時現役部隊兵員補充的重要來源 預備役人緣擔負戰備勤務 執行非戰爭軍事行動任務 隨時準備應召參戰保衛祖國 對此分析人士說 預備役人緣發的頒布 不僅代表中共當局的預備役 將走向獨立發展道路 不再依附在民兵組織下發展外 也意味著將有更多的兵員 會納入預備役體系內 他們平時就可視需要 直接轉為現役部隊 成為中共軍隊抗軍的補給父 對此 台灣前國防大學中共軍事事務研究所助理教授 現台灣中共研究雜誌社特約研究員楊泰元博士表示 中共預備役人緣發的施行目的 就是藏兵於民 隱藏中共抗軍的野心 據悉 中共的預備役 包含隸屬解放軍的預備役部隊 登記服預備役的人員 以及軍事專業技術人員 對於預備役的相關人數 北京從不輕易公開 僅在2009年9月 中共官媒新華社曾經報導 當時的中國預備役部隊有51萬人 登記服預備役者有530多萬人 軍事專業人員有120萬人 也就是說 中國在2009年的時候預備役規模有701萬人 之後則未有相關官方公開數據 另外 有台灣媒體將中共的預備役人緣發 視為是跨出武力犯台的第一步 對此楊泰元說 中共現在的抗軍目標 其實已經超越了台海 中共在追求成為區域強權 以及世界強國的目標下 推動軍事現代化 進行備戰打仗 並非僅僅針對台灣更是為了對抗歐美大國 因此到2027年 中共的預備役規模 估計可達730萬人以上 而且當中的180萬是預備役部隊 也是預備役的主力 此外 近日美國的中央情報局 造出最新評估 認為中共軍隊在2027年具備武力犯台能力 對此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在美國國會聽證會上 也表示同意這個說法 然而事實上 中共除了針對台海加強軍事部署之外 近日又在印太地區升高緊張局勢 據共同社3月28日援引知情官員的話報導 日本、菲律賓和美國計劃 設立一個涉及三國、國家安全顧問的安全保障事務磋商機制 應對中共在印太地區軍事上越來越強硬的表現 對此菲律賓國家安全顧問阿洛說 考慮最快4月舉行該機制的首次會議 目前時間和地點正在協調當中 據悉 這次啟動三方安全對話的建議是由日本提出的 日本和美國都認為 與菲律賓建立更緊密的關係 對於增強對中方的威懾力和為台灣問題的潛在危機做準備 是至關重要的 另一位美國政府消息人士說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和日本國家安全保障局長 秋葉江南預計將成為參加設想中該會議的另外兩名代表 報導還指出,菲律賓在南中國海的領土爭端中尋求日本和美國的支持 鄧琦也對過度依賴這兩個國家持謹慎態度 這表明,小馬科斯政府繼續推進與其前任 杜特爾特不同的外交政策方針 對此海外資深記者岳峰向本臺表示 中共在抗軍備戰的同時和自己製造了三個麻煩 首先不僅是東亞、南亞各國 甚至是美國、加拿大都對中共的軍事威脅高度警惕 也就是說,它的野心喚醒了全世界 大家都聯合起來,共同防範它 第二,龐大的預備役人員會帶來巨大的財政支出 不管這個仗打不打得成 中共都和自己背上了一個巨大的經濟負擔 第三,這筆錢從哪裡出呢? 能指望中共的貪官拿錢慢 只能是陽無出在陽身上,壓榨老百姓 但如果老百姓被逼得活不下去了 他們就會拋棄恐懼,竭竿起義 所以中共的抗軍,它想擴展所謂的強大 但卻做了這樣一件蠢事 也就說明,中共現在是處享 天要讓其亡,必先讓其狂的貧死前的瘋狂階段 俄乎戰爭已超過13個月 至今仍未有緩和的跡象 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近日以調停人身份訪問俄羅斯 並與普京簽署了兩份聯合聲明 其中部分內容直接點名批評美國 使中美關係進一步惡化 稍後,新加坡總理李顯龍 應中共總理李強邀請 在27日開始為期六日的中國訪問 3月27日,李顯龍一行抵達廣州機場 訪問了Rewrite總部 回見了廣州及周邊的新加坡同胞 28至31日,李顯龍將參加海南的博奧亞洲論壇 並在開幕式上發表講話 4月1日,他將北上北京 與中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會面 中共央視在24日播出對李顯龍的專訪 李顯龍表示,這個世界禁不起中國與其他國家的衝突 尤其是中美之間的衝突 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艾肯商學院教授謝田表示 在全世界都圍堵、抵制和譴責中共時 新加坡總理訪華,有他自己的戰略考量 他是堅持從自己的利益和地緣政治利益出發 做出決定訪問中國,維護這種關係 新加坡作為東南亞小國 一直在中美兩個大國之間尋求平衡 謝田表示,因為他是一方面 允許美國的航空航母軍艦停留補給 用美國的力量來震懾中共 同時他也不想得罪中國 這就是一個小國在大國博弈之間在尋求保護 尋求自己的地位 他兩方面都交好 從兩方都得到自己的利益 中美兩方也都需要新加坡 因為他處在馬六甲的一個非常關鍵的位置 北京之春榮譽總編胡平表示 中美兩個大國在過去三四十年來 相互關係比較平順 新加坡作為一個小國 長期以來在中美兩個大國之間遊走 與中美兩國的關係都不錯 左右逢源 他在經濟上與大陸靠得更近一些 而在政治上與美國靠得更近一些 如果中美兩國的矛盾變尖銳了 新加坡夾在中間就不好辦了 所以他比其他國家更不希望 中美兩國關係變得更對抗 所以他就會發出這樣一種說法 如果中美兩個國家要打起仗 不堪忍受惡 他也希望 以他的那種一貫的角色在中間 對雙方多少能夠起到一個緩和的作用 希望雙方關係不要搞得那麼緊張 因為中美兩國的關係 肯定不可能回到過去三四十年那個狀態 兩國的對立、對抗會更強 但只不過在短期之內 還不至於強到就直接發生衝突 在十年前 中共政府向足球行業投入了數以十億計的資金 並試圖在中國舉辦世界盃 但是這筆投資 在官員的嚴重腐敗行為之下 成為爛尾項目 另一方面 由於成績不佳 中國足球目前在全球的排名仍然低於阿曼 烏茲別克斯坦 和家蓬同一些第三世界國家 而國內經濟下滑 造成一些中國足球俱樂部經營不善甚至倒閉 都表示著中國足球行業正在面臨著困境 中共體育總局局長高子丹 在最近的露面中承認了足壇的困境 他在本月中旬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 自己一直在 深刻反思足球行業的嚴重問題 另一方面 中共官方3月29日證實 中超聯賽有限責任公司 原總經理董曾 及中國田徑協會主席于鴻臣 兩人涉嫌嚴重違法 目前正接受中紀委、國監委等機構調查 于鴻臣曾經擔任中國足管中心副主任 中超公司董事長 中國足協副主席等職務 上星期中國媒體人秦雲曾經透露 于鴻臣失聯 較早前 另一名傳媒人也透露 有一位前足壇重量級高層被帶走調查 根據行業消息 于鴻臣失聯時 正在參加中共國家體育總共的一個學習活動 當時擔任負責人的角色 他失聯的確切時間是在3月20日下午 過去四個月中 足協高層出現全面洗牌 前國足主席李鐵 足協原秘書長劉奕 足協常務副秘書長 兼國管部部長陳永良 足協主席陳率元 無一例外通通落馬 於鴻臣如今亦被查 中國足協算是塔下六仙門 多謝收聽這一紙的今日新聞再會